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卡卡 男 八岁 一个有梦想 上进快乐的好孩子 是一个顶尖的汽车工程师 你出什么事了 卡卡 我被卡住了 救命啊 你别怕 我马上让K2K3过去救你 卡卡卡的助手兼玩伴 是个爱玩爱美的可爱女生 偶尔淘气 心地善良 卡卡 出什么事了 K1被卡住 动不了了 那 那怎么办呀 别担心 我已经派K2K3过去了 那个K2啊 哪里出了问题呢 K系统可以实现高智能操作 实现人车对话 我终于出来了 主人 你给我取了什么名字 K K1 叫我K1 E是第一的E 我是第一 我是冠军 第一冠军 第一冠军 呦呦呦 不是K1 主人你在干什么呢 干嘛倒在地上 还用这么崇拜的眼神看着我 我知道我阴影 消灾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Only you 嗨 美丽的小公主 我叫K1 你叫什么来的 K1你的嘴巴真甜 我叫丁丁 是卡卡的助手 你为什么叫K1呢 K是卡卡主人取的 E是第一 是冠军 所以我叫K1 你真可爱 你真可爱 K1 你有什么爱好呀 多的呢 我还喜欢逛街 购物美食 还有好绒绒的玩具 真的吗 耶 终于找到一个 跟我有公同爱好的了 走 我们去逛街怎么样 K1太活泼了 我心中的K1 我心中的K1 应该是冷酷 帅气的 看来我还得再造一辆车 一辆完美的赛车 这次才是完美的发明 哈哈哈 哈哈哈 k1快看 卡卡在造新车了 嗯 为什么K1不过来呢 快过来呀 过来呀 对不起 你的权限不够 怎么不够呢 我是工程师助理 再说了 我这么漂亮 这么美丽动人 权限怎么不够呢 对不起 我只听主人的命令 我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为什么还只是助手啊 哈哈 我是K1 那我是不是有权限啊 我只听主人的命令 像你这种 连权限都没有的 哪里凉快 哪里呆去 我连权限都没有 哈哈哈哈 K2过来 对不起主人 请给个具体坐标 往哪个方向前进多少米 呃 呃 往 往前二十米吧 呦呦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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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明都是完美的设计 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 为什么 看看啊 没关系的 我们再努力吧 你说的对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这次一定是最完美的智能车 看 这就是我最完美的作品了 你是我的第三部车 就叫你K3吧 K3 快过来 奇怪 这么久了 K3怎么一动一不动呢 是啊 他应该张开双眼 跑到我们身边 然后跟着我 一起在实验室里玩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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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不对 应该是来到主人身边 听主人命令 陪我玩 听主人命令 陪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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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没有出错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会不会是车子没有能源了 应该不会 我查查 能源是满的呀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主人 我觉得应该是设计图的细节出问题了 K线路和低线路的打开方式不科学 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 嗯 有可能 还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这几个就继续持上谈兵吧 就让我 充满魅力的K1 来检查检查 让我来点音乐 刺激一下 你们快看 K3醒了 K3醒了 K1你老花眼了吧 看来我要给你加个远式程序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K1 你先到一边玩 等会儿我再跟你玩 你看他都不会动 你还说他醒来了 撒谎虫 你们 你们都不相信我 那么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你们在干什么呀 K3 K3你好了 好了 什么好了呀 我又没怎么样 刚刚睡了一觉 可舒服了 什么 睡觉 你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 你也不先交代一下 K3 你终于醒了 卡卡你怎么了 我觉得K1K2K3 都不是我心目中完美的车子 实际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事物 尽管它们都有缺点 可是它们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趣啊 你看K1 虽然活泡泡动 但是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快乐 还有K2 尽管它有时候严谨过头了 可它的认真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再看看K3 它虽然有点懒 但也懒得可爱不是吗 丁丁你说的对 尽管它们还不完美 不过 我卡卡一定会让它们成为最棒的智能车 我出去玩儿 发现三辆车在飙车 它们随意抢到 我 我看不下去了 就想去制止它们 那然后呢 发生什么事了 它们嘲笑我 我就和它们跑了起来 听什么卡的 我们用一辆车椅子在跟着咱们 又是那个被咱们转身的家伙不安心了吧 那我们就给你小朋友爱着教育 让他们尝尝美味的美剂吧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女色的混蛋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太慢了 我用两个字都能好给你 卡卡 你可要帮帮我呀 这样子啊 卡卡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吗 皮娃K1的话 我觉得我的K系统还不够完善 所以 K系统需要升级功能 升级功能 没错 身为天才工程师的我 怎么能够忍受自己的车 不能面对突发状况呢 所以 K系统必须升级 呵呵 那就给K一加翅膀吧 不仅可以飞起来 看起来也很漂亮呢 可以吗可以吗 那再给我加八条腿吧 这样我就可以横行发道了 嘿嘿 再加一个随时随地 都可以舒服睡觉的功能才好 嘿嘿 这些人想的都是什么呀 一点都不实际 果然只有我才是有科学家头脑的人呐 嗯 原来是弹跳功能 K你去工作台 我马上给你升级 我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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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跳跃功能有什么用呢 只要有了这个功能 就可以成功避开路面突发状况 K一你听清楚了吗 主人 K一在你说话的时候已经跑出去了 看谁还可以比得过我 K一你这家伙 又没有听完我说话就溜出去了 卡卡 有什么关系吗 我就是想试试K系统升级后有多厉害嘛 K一这家伙 丁丁做好他的记录吧 嘿嘿 没问题 卡卡 我发现上次的三个坏蛋了 我要去教训他们 看我一口气甩掉你们 呦呦 你们也常把被人甩的滋味了吗 啊 你是谁啊 对啊 还乱抄我们的车道 真是没礼貌 天 天啊 我居然会错人了 会是谁发来的邮件呢 超级智能汽车大奖赛 卡卡 哼 傻笑什么呢 叫你都不理我 你看看那封邮件 超级智能汽车大奖赛 你该不会是想要K一他们去参加比赛吧 没错 不仅要参加比赛 还要拿冠军 可是 K一他们会同意吗 等他们来了 问问看不就知道了 早上好啊 卡卡 早上好啊 卡卡 北京小公主 早上好主人 早上好 卡卡 这次叫你们过来 其实是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哦 哇 哇 我要你们参加 这一次的大奖赛 哦 为什么他们的反应这么冷淡 盖哥和真的像丁丁想的一样 他们其实不想参加什么比赛吧 我发明的智能汽车 居然不听从我的指示 这简直是 人生的一大败笔啊 我是卡卡 虽然参加大奖赛什么的很有意思 但这个比赛 我们真不适合啊 怎么可能 这个比赛可是 不好意思啊 各位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 这个 高级 大奖赛赛 卡卡 我们要参加 不仅要参加 还要把冠军拿到手 哦 真的 太好了 卡卡 你竟然跑去看什么校园美少女 丁丁 不是你傻的那样 丁丁 你听我说呀 你听我说呀 哇哦 哇哦 卡卡 你又在做什么好玩的了 嘿嘿 我做出来的东西 你们就拭目以待吧 卡卡你别在那里卖关子了 不就是把虚拟赛道做好了吗 虚拟赛道 没错 没错 就是为了拿到大奖赛冠军 开发出来的虚拟赛道啊 接下来 就是见证我实力的时候了 卡卡 卡卡 你又在哪里啊 你们现在已经来到K系统的虚拟赛道了 我和丁丁会通过你们的传感器来观察你们的训练 你们不是想知道虚拟赛道有什么好玩的吗 跑一下就知道了 卡卡 现在要启动那个功能了吗 再等等 先让我们使用虚拟赛道滑镜 嘿嘿 他们一定会被吓坏的 看来这个虚拟赛道也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丁丁 启动那个功能 让K系统的虚拟赛道的厉害 好的 虚拟赛道也没什么了不起 虚拟赛道路障功能启动 那是什么 这是为了训练你们在比赛中的应急能力而开发出来的路障功能 怎么样 厉害吧 但是 这个路障 要怎么路障 这种障碍物已经难不到我们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种事儿 谁让你们不听完我坏就跑出去了 当然不知道这个功能了 这么说我也能像K2一样跳过这个障碍物了 太棒了太棒了 有这个弹吊功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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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够 虚拟赛道的障碍物 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发生变化 不愧是卡卡主人啊 那么 接下来 我可能好好奔向小 绝不能像K1那样 眉头眉脑 接下来的障碍物 是高 还是矮呢 K2怎么不跑了呢 K2看到你的障碍物可以自由变化 变得更小心了 在没有算出下一个障碍物的高度之前 它是不会动的 那K3呢 就没有看到K3睁开眼过 估计又跑到什么地方睡懒觉了吧 怎么会这样子啊 不是说好要拿冠军的吗 今天天气真好 这阳光太给力了 不如我们去玩吧 行 让他们出去跑跑 就当是赛前练习 小伙伴们 我们来比比看 谁最快跑到山顶啊 根据K理论第三公式的演算结果来看 你是跑不过我的 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让我出发吧 好 好 你就是赛前练习 怎么可能跑不过我呢 看我的 再说什么的 果然好麻烦呀 接下来该往哪里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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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哇 好期待好期待 他们谁会是第一个到的呢 那要看谁能灵活运用我的K系统了 哦 快看 他们来了 是我先到的 说什么呢 当然是我了 是我 我 你们在干嘛 吵死了 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谁 K系统 你怎么在那里 我上来的时候 你们都不在 就找个地方睡了一觉 然后就被你们吵醒了 你们真讨厌 哇 哇 没想到啊 原来 K3才是第一个到达山顶的 卡卡 卡卡 马上要比赛了 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呀 有 但是我觉得 应该让他们休息休息 是啊 最近他们很刻苦的练习 应该给他们休息 真的吗 要给我们休息是真的吗 你 你真的真的要给我们休息吗 当然 今天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们自由安排 好烫啊 好烫喔 霜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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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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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很舒服吗 再叫啊 不就是叫叮叮帮我刷什么 至于这样吗 你说什么 KR你在干什么 我在为比赛做准备呢 你是去比赛还是去打仗 连炸弹都要装 我不是为了安全吗 我们是去比赛 我不是为了安全 卡卡你怎么一直看着K1他们 你看他们多特别呀 每亮都个性十足 太有趣了 所以我才会担心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不能很好的配合 要不我们来个团队默契训练 怎么训练 你听我说 K1你们三个过来 我跟丁丁制定了一个默契训练计划 让你们培养默契 叫什么默契训练啊 我们的默契可好了 不信你看呢 你们三个够了 还说有默契 现在跟我出去做默契训练 我们就在这里训练吧 首先我们开始转向练习 你们只要根据我的指示 转向一个方向就好了 不过动作要同时完成哦 这个简单 我还以为是什么困难的呢 就是小菜一点 这样最好 首先我们想做转 不就是转向吗 看我K1给你们展示一个高端阳琴箱挡增 充满潮流范儿的展向 怎么会这样 我这么完美的潮流范儿时尚转向 居然被你们拖后腿了 谁管你的潮流范儿啊 你们这样也算默契 给我好好练习 给我好好练习 小油转 小油转 黑衣尼太快了 转向练习之后是绘图练习 你们现在向着终点前进 不过要同时画出一样的线条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呢 早跟你们说了 这是默契训练 不是让你们各跑各的 我明白的 我们真的是默契不够 那怎么办 团队配合 废话 我们确实要想个办法 不如我们以K2的速度为准 怎么样 为什么不以我的速度为准呢 你有K2细心吗 好吧 太神奇了 原来这就是团队配合的力量 我记住这种感觉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走 我们再试一次 一年一度的智能汽车大赛又要开始了 今年的参赛队伍比往年的更多 相信比赛也会更加的激烈 到底哪支车队会赢得今天的比赛呢 现在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 为所有的参赛队伍加油吧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现在有请所有参赛车辆 到起跑点准备 你们要按计划来 注意配合 明白 卡定车队注意 前方弯道 注意保持阵型 收到 起跑 打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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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给你小朋友爱你教育 像他们尝尝美味的威蜜的 你自己做的不快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想起来了 那个就是上次看我转车的坏家伙 等我赢了比赛了 再赞他们礼物 不行 我等不及了 黑衣 等等 看 又有三辆车过来了 都是不自量力的家伙 只要我们赢了他们 就没能跟我们抢冠军了 这家伙太难产了 我们的鸡花都快要被它破坏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得想个办法 先解释像这个碍事的家伙 对不起 K2K3都怪我太热心了 你们一定要拿到冠军 K2不好了 那三辆车跟上来了 不要担心 我会保护你的 可是有我在 你放心 我叫K2 是的 主人 有什么指示 帮我保护好K3 别让他们的艰巨得逞 嗯 明白 主人 K3 你往前冲 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可 可 啊 飛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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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第一名 第一名出现了 在塔尼确备的 K3 恭喜他们 K3 这是我们的骄傲 可以睡觉了 谁给我发邮件了 经经你们快过来呀 怎么了 你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是有什么好玩的吗 主人有什么吩咐请说 你们看 我们可以去参加决赛咯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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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决赛的举办地点是在X市 要搭客运回到的运输车过去吗 干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一路冒险过去 这样多好玩 拜托 现在是高科技时代 你的想法还这么原始 我们可以去机场 我们 开发梦游功能吧 边梦游 边行动 这样 既不累 又能到达目的地 嘿嘿 你们说的方法 太没有想象力了 我可是要成为 第一期空城市的人呢 我一定要有一个 拉风的登座方式 那你想怎么去 我们可以飞过去 好的主人 我现在就去订票 不是啦 我要让整个实验室都飞过去 整个实验室 是的 我要改造实验室 将它变成可移动的高级飞船 到时候 人们一定都会来佩服我天才的头脑 我们就成为万众祝福的明星了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卡卡 我们开始吧 终于设计好了 我们来改造吧 呃 地震了 快去瘦衣服啊 不是地震了 你看看外面 飞 飞起来了 我卡卡的技术可不是盖的 呦呼 向着X式前进 终于搞定了 丁丁 把他们带过来吧 坤一你们快过来 坤一怎么不在 估计是不想老老实实 待在实验室被我们检查 又偷偷跑出去了 哼 这家伙真是的 我们可是为他好哎 辛苦了主人 K3你睡太多了 健康我骄傲 现在只剩下K1没有检查了 嗯 只能等他回来再检查了 我不是想问你 要是什么 我骑人的真是怪你 你的检查是我的 我啦 奇怪 我骑人的真是怪你 为什么还没有见K1出来 对啊 像他这么贪玩的家伙 每天都是最早跑出来 我去看看 K1 K1你怎么了 啊 丁丁 我今天不舒服啊 偷像生病了 怎么了 看样子 K1是感染病毒了 病毒会影响K系统的运作 如果不处理的话 K1 你今天就好好休息 需要什么 我们都会帮你的 K1 你睡一觉吧 一觉起来就都好啦 谢谢大家 看来我的病好了 就可以出去玩了 等等 要是他们都知道我的病好了 就不会像昨天一样照顾我了吧 干脆今天装病好了 就这么定了 我真是太聪明了 呵呵呵 K1 你今天好些了吗 今天 还是很不舒服呀 啊 这样啊 那你今天 也好好休息吧 有什么需要的 就和我们说 嗯 今天要把这本书看完 K1你在干什么 我都不能好好看书了 我好难受 你送我回去吧 K2 对病人要温柔点 K3你好好睡觉 不要影响到K1 病人是需要安静的 啊 呃 对不起 K1 这些人真是太好玩了 卡卡 我买好电影票咯 准备出发吧 又去看电影吗 也太棒了 K1你生病了 要好好休息 今天你不能外出 生病 我才没生病呢 嗯 让我说啊 你是故意打扰我看书的啦 没错 呃 这么说 你是故意打扰我睡觉了 就是啊 我没有生病了 我们去看电影吧 等等 我刚才都说了什么 呃 各位市民 由于市区A段的天气控制系统正在检修 预计会出现较为恶劣的天气现象 请市民们不要外出 咦 天气控制系统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 好 我今天就去看看 有关天气控制系统的书 好想出去玩啊 今天就好好待在实验室吧 丁丁 我们出去玩吧 不要啦 今天天气不好 霓儿 我们出去玩吧 我知道有家新的书店正更新电子书哦 是吗 不过今天的天气不好 我赶天再去吧 K3 我们出去玩吧 一天天在家里睡觉 会越来越迟钝的 呃 今天天气不好 最适合宅在家里睡觉了 我才不要出去 哎呀 生命在于运动啊 你们这么喜欢待在家里 就是在浪费生命啊 下冰雹了 卡卡 让我出去玩了 不行 外面在下冰雹哎 被冰雹砸中 会毁容的 你是卡卡哎 新世纪的好少年 你的未来的高级 我吃了 这点小事 你一定可以解决的 用一下你聪明的头脑吧 嘿嘿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就试试看吧 丁丁 我们来改造一下K系统吧 好的 评论 好了 改造完成 有什么变化吗 K系统现在追加了保护罩功能 开启之后 可以帮你挡下从天而降的冰宝 这样你就可以在外面玩了 还好啦 这样我就可以出去玩了 这就是个银红一样的智能车 卡卡真是太好作用了 开启就能帮我失去烟火 K你这个笨蛋 忘记了在外面K系统会自动连接实验室吗 卡卡 今天要给实验室打扫除哦 不过我觉得不会脏啊 你们男孩子都不爱干净 打扫卫生什么的 我可不想做 嘿嘿 有办法了 改造K系统 让他们帮我做吧 K2 我要升级你的K系统 好的 主人 K3 我帮你升级K系统 可以边睡觉边做事的那种哦 是吗 我要 K2 K3 你们现在马上去帮丁丁打扫实验室 我会根据你们的数据做出修改的 好的 卡卡真是的 你们两辆车能做什么呢 刚才已经完成了K系统的改造 我们可以帮忙做家务了 那你们能把地板擦干净吗 没问题 看我的 好方便啊 但是脚了这地方就不好清理了吧 一定可以让我来啊 你 真不错 我再去看看还有什么要整理的 我可以要回来咯 K3 发生什么事情了 卡卡帮我们升级了K系统 现在正在做测试 有好玩的事情居然不带上我 不行 我也要升级了 卡卡 为什么K系统升级不通知我 你太小看我了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我不管 反正你也要给我升级 卡卡 出来帮忙把这些垃圾搬出去啦 嘿 有了 K1 你现在出去帮丁丁做事 我再根据你的数据做下一步调整 嘿嘿 我也有新功能啦 K1 怎么是你出来了 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功能 有什么事就交给我来做吧 那好吧 你把这些垃圾搬到研究所外面去 好厉害的新功能啊 真好玩 卡卡 你给我出来 早知今日 何必到处啊 卡卡 外婆要我寄个包裹给她 你帮我送好不好 我今天还有事啊 你让K1他们去送吧 哎呀 K1他早就不见了 K2只听你的话 K3睡下去就叫不起来了 只有你帮我啦 可是 我今天也不想出去啊 我不管 你就要帮我 有了 我之前有发明过物体传输装置 也许这个可以帮你 K2你过来 我有事让你帮忙 好的 主人 哇 这是什么 这是城市地图啊 只要将包裹放进K2的驾驶舱 在地图上输入目的地坐标 包裹就能传过去了 这么神奇 那我要试试看 这样就可以了 对啊 简单吧 丁丁啊 你怎么把包裹放下就走了呢 也不禁来坐坐 啊 没关系 外婆你收到包裹就好了 哈哈 太棒了 卡卡你真棒 那当然了 我可是个天才啊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人呢 今天又是凌凶的好一天机呀 嘿嘿 嘿嘿 这是什么 难道 可惜发明了 那 我现在快回去了 咯 咯 咯 卡丁快速 那是什么 丁丁 你怎么自作主张 把传输功能装到K系统里面了呀 还有 你散发的消息 是不是夸到事实了 没有了 K2K3的运作很正常啊 你看 卡丁快速还是很受欢迎的 你就是天才啊 我是天才 哈哈 哈哈 这系统增加了很厉害的功能吗 我也要 我也要了 嘿嘿 你等一下 我马上就给你升级 诶 K2K3 你们怎么了 诶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能传送了 现在超过工作实现了 赶紧关闭系统 原来这个功能不完善啊 啊 那 那怎么办啊 我们还有两个包裹没有送出去呢 没办法了 剩下的只能让K1来送了 什么 要我去送包裹 我才不要帮你们收拾烂摊子呢 K1 现在可是你展示实力的时候啊 让我们看看 谁才是疯一样的智能车 当然是我啦 放心把包裹交给我吧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出去的 还好 K1这家伙够 够单纯 K1 搞得最快的智能车 K1 你这是怎么了 受伤了吗 K1 这是怎么回事啊 K1 是我掉机坑里了 K2 K1 跑得最快的智能车 就是我了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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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他们居然把告示牌 放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 难怪我会掉进坑里 你这家伙 什么时候会注意告示牌啊 今天接到了路面施工 有好多坑坑洼洼的地方 路都变得不好走了 今天好累啊 我要去睡觉了 看来这种情况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要想想办法才行 有什么好办法呢 我要改造K系统 升级避震功能 这样再崎岖的道路 他们也能应付自如了 哇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卡卡 快点 快点 我要第一个升级 K1 把你的数据传送到我这里来 好 马上 好了 这样即使是坑坑洼洼的道路 你们也能顺利通过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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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试试看 看看 我要开始了 好的 随时可以开始 我这边会做好记录 我是K1 是最快的智能车 别忘了那是我的功劳了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事情啊 别抱怨了 K1 背着各种轮胎 才能保证你们可以在不同场合 能够前进啊 为什么要有不同的轮胎啊 这就像人会有不同的鞋子一样啊 车也会有不同的轮胎 路面 你们用普通轮胎 到了冰雪路面 你们又可以换成冰面轮胎了 黑衣 你只是不想整理轮胎吧 因为你的轮胎是磨损最快的 要整理的也是最多的 哪有 我可是很认真的 我都看到咯 黑衣 你又想偷懒出去玩了 不是啦 不过轮胎换来换去 真的很麻烦啊 丁丁 你也经常没有换鞋 就跑进实验室来了 对啊 换鞋很麻烦的 这两个家伙什么时候这么默契了 你们太懒惰了 话不能这样是哦 卡卡 有很多发明 就是因为懒惰才出现的呀 因为懒惰而出现的发明 卡卡 那我们来发明 可以选择各种路面的轮胎吧 K1 我现在启动了道路模拟系统 你尽全力跑吧 卡卡 我这里也准备好了 我知道了 你要被我下期的跑步抵倒咯 路头路面表现正常 好 接下来切换成沙地路面 卡卡 这个路面太奇怪了 这是模拟沙漠的路面啊 没有更换轮胎就进入沙漠 就会是这个样子的 K1 你们在想办法 可能我不想一遍这样子 别急 还有一个测试 卡卡 冰面道路可以使用了 好的 K1 继续前进 不要再有轻快去路面了 好了 数据收集完毕 可以开始改造了 好了 改造完成 试试改造了怎么样 好 万能轮胎实验马上开始 哈哈 成功啦 我真是太厉害啦 别忘了 懒惰也是发明的动力呢 哇 是大赛的邮件 哦 打开看看说了什么 上面说 比赛会采用分断赛道的形式 分断赛道 但是说 一场比赛会有不同的赛道出现 不是单纯的图图跑到尾 这种赛道我们没问题吗 没问题的 我的K系统可是万无一失的呀 哦 这是 怎么了 别的参赛车的型号数据 它们都有加速系统啊 那么 我们也给K1K2K3追加这个功能吧 加速系统 对啊 可以在一瞬间将车速提升至最大 是冲刺用的法宝呢 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啊 我要 我要这个功能啦 我怎么感觉你想错了 这是加速系统啊 不是啦 你们全想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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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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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成功了 卡卡 你看着这个图已经很久了 我在想比赛的事情 既然三辆车是一个队伍 那么谁比较适合当队长呢 那么我们就去问问他们谁想当队长 也对 走 我们去问问他们的想法 黑衣 如果要你选一名队长出来 你选谁 当然选我了 队长就是要有出色的技术带领队伍走上生命 像我这种 跑得最快又最厉害的智能车 当然是队长的人选了 好像也有道理 K2 你会选谁 主人 我觉得队长要有冷静的头脑 才能准确执行你的指令 所以队长应该像我一样严谨认真 K1这种头脑简单的家伙 是不适合当队长的 我哪里头脑简单了 也对啊 队长要确实执行我的指令才行 该选谁呢 阿嘎 你还没问我啊 哦 什么 你也有兴趣 我觉得队长应该要维护团队的稳定 只有互相帮助的队伍才是强大的 爱吵架的人不适合当队长 既然你们都想当队长 那我们就来一场测试吧 对 让我看看你们想当队长的热情有多高 比赛当中你们会根据我的指示 轮流当队长 谁做得最好 队长就由谁来当 K1 现在由你当队长 引导K2 K3再直道上前进 你看你 从此毛发 宠败我吧 喂 你个笨蛋 我说的是引导他们前进 不是甩开他们前进啊喂 K2 现在由你当队长 切入弯道以后 引导K1 K3通过弯道 遵命主人 我是从外面切还是从你人切 我 外面吧 过完时期我要逃到多少 能否则过接下来的赛道做路面分析吗 不就是过个弯吗 要不要这么啰嗦 卡卡 带我当队长了吧 下指令吧 呃 K3 你 你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安排 唉 好的 我会让你失望的 K1 K2 听好了 我们第一条是通过终点线 现在我们三人排成一条直线 从我到后方开始加速 等我的速度变慢以后 第二终点最大的速度开始加速 K的K1前列 最后的冲刺 我就交给跑的最快的K1来 好 看看快看 他们的进入刷新了 通过刚才的测试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在K3的带领下 你们才能刷新自己记录 好了 我宣布 队长就是K3了 诶 K3呢 终于到了这一天了 没错 去X10参加智能汽车大赛 我们出发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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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登赛了 而且还是真火拉风的登场 那当然 天才呀 现在过去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分析大赛的规定 我们要提前一周到达X10 熟悉比赛场地 快点开始吧 我会证明谁是最快的智能汽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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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我就是最厉害的智能车 重가요 那我吧 我可以跟你签名 可你合体 我就是万人迷 K1 虽然你能保持高昂的斗志 但也不用这么兴奋吧 请不要叫我K1 叫我K1 这是兴奋车 K2 K3 把这家伙给我带到实验台去 好 好 原来这家伙是得了赛前紧张症啊 这么大型的比赛 还会紧张 也很正常吧 我还以为傻瓜是不会紧张的 我怎么了 你得了赛前紧张症啊 紧张 我怎么可能紧张呢 K1你不要不好意思了 不会紧张说明你很重视这次比赛啊 你也想得到胜利嘛 我们不会笑你的 其实我今天在外面看到很多厉害的车子 这队比赛有点担心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取得好成绩的 对啊 K1 一定不比别人差 没错 那我们就是证明谁是最厉害的智能车吧 哇 这个场面好大呀 对呀 你们就要在这样的场地比赛呀 没错 这么多的对手 正是我证明自己的时候 嗯 加油 大家 尽情地跑吧 好 各位选手 X是智能汽车大奖赛 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本次比赛分为四个赛道 最先抵达终点的车辆 将代表本队取得胜利 祝各位好运 加油 加油 K2 随时将赛道的速度传给我 好的 哦 各个赛道的活动 加油 加油 啊 啊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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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 发生什么事了 主人 从天上掉下很多障碍物 不能胜利成见 既然这样 你能其他保护照顾呢 遵命 主人 好 好 加油 一輩子 這個機動車快公佑啦 我們成啦 各位觀眾 現在賽程已經過半 究竟還有什麼考驗 在前方等著呢 他們呢 我們接著看下去吧 卡卡 天夜傳回來的數據顯示 塞到的路面變得空空挖挖起來了 沒關係 啟動K系統避震功能 在基居的道路也不能阻擋目標的前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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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 我們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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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他们通过了第二赛道 毕竟是我的发明嘛 加油 加油 各位观众 现在赛场已经破坏了 究竟还有什么考验在其他肚子看了呢 我们接着看下去吧 这里是整个的赛道吗 加油 加油 黑衣不要掉以清晰 调整灵里面 定 当时 可 几 fueron 真他们就可以过来 撞啊 y 神 啊 啊 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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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啊 卡卡 不好了 这条塞道是可以使用道具阻挡对手前进的 别担心 虽然钱有障碍 后尾追兵 我还是相信他们可以克服的 不要怕 我们一定可以克服这个难关的 你今天队长终于睡醒了吗 有什么办法说来听 我明白了 还好啊 我们冲吧 太好了 他们顺利通过了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最后的赛段 虽然适合冲刺 但路程却很长 是冰面呢 不用担心 黑心的万族轮开 就能够适应各种路面了 K1K2K3 这个赛道是条直道 它的考验不只是冰面赛道 更要考验你们的加速系统 你们要好好合作 知道 加油 还记得在模拟赛 我们的护肩跑法吗 当然记得 天地 整个冲刺就交给你了 要给我们带来胜利啊 一定会证明 我们是跑得最快的智能车的 好 我 半斤是爬的 我们是半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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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会有天有最自然的奔跑 我们是半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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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哀骂自然 就算只有一次 也要勇敢去闯 深风破浪 也要抵达彼岸 梦想异想 如果没有传说 那就自己去闯 青年纸杀 埋葬土壤 终会有天有 最自然的奋放 不冒险也请 让悲伴却抓着不放 啦啦啦 换上自然 就算只有一次 也要勇敢去唱 深风破浪 也要抵达彼岸 梦想异想 如果没有传说 那就自己去闯 青年纸杀 埋葬土壤 终会有天有 最自然的奋放